大家好,又到五間總結的環節 先介紹一下我身邊的嘉賓 有要財證券事務總監郭獅治郭Sir 郭Sir,你好 你好 先跟大家跟進一下市況現在的表現 港股在昨日至五個月的高位回落 恆至今日就低開九點 開始之後跌幅狂大 半日最低見23,052點 現在為止都沒什麼方向 跌44點做23,107點 國企指數方面做10,329點升10點 而企指方面做22,984點 低水121點跌10點 大市成交到現在都不是很多 只有241億左右 再看看內地市方面 上證綜合指數就佈在2,024點 跌不超過1點 深淨城市方面收佈在7,232點升9點 而滬深300指數方面做2130點升2點 都看到其實上證綜合指數 最近的走位都是在2,000點到2,060點 擇幅復復復 我想問一下你 其實內地市方面 現在是否都比較沽望氣氛 是濃厚一些 6月的走勢會不會都繼續滿市下去 直到現在這一分鐘 整個走勢都是相當疲弱 這是事實來的 因為上證指數近期來說 需要有少許的技術上反彈 但不能夠成功回到2,060點 換句話來說 在一個反覆帶遠的形態當中 反而要留意2,000點的防守性 因為近期有個低位 是上月21日的1,981點 這個防守性的支持是比較敏感的 嚴格來說當日市是會跌 但暫時來說都是屬於反覆帶遠的 但如果未來一段時期 上證指數再失手2,000點的話 即是說低位的防守性又會受到考驗 我們大家再看看 直到現在這一分鐘 其實由去年6月25日的低位 1,849點的反彈 當時去到9月12日的高位2,270點 是反彈了421點 在這421點的反彈的升幅裏面 其實中間如果你畫一條線 剛剛好就是2,060點 用一個很簡單的波幅去看市況 即是說上證指數 直到現在這一分鐘 都仍在2,060點以下 即是反彈帶遠 因為是波幅的下半個月 在下半個月自必然有威脅性是視低位的 相反來說 如果上證指數回到2,060點 流上的話 當然是漂亮很多 最低限度是處於波幅的上半個月 來走 無論怎樣也好 反正現在這一分鐘 指數仍然是2,020點 在水平徘徊 我不擔心會大跌 老實說 但以現在的成交金額 以市場的氣氛來說 你要大幅度向上升 或者出現一個突破性的發展 機會是相當微的 在低迷的市況當中 升1,020點 或者跌1,020點 意義不重大 實際上最重要就是重要的支持位 因為下面1,849點 去到1,974點 連線上來有一條中期的上升軌 不跌穿就沒問題 跌穿了當然是逐市底 當時的底 最後一個階段 一定會試回1,974點 但你向上走的話 始終除了指數上升之外 還要有成交金額 但直到現在這一分鐘 成交金額也不是太足夠 在成交金額低迷之下 市況比較反覆大遠 有部分人士認為市是有沽壓 不過沽壓不是那麼大 所以應該是跌市成交少沒問題 這個沽車也可以覺得是合理 但如果升市的情況 就完全不同了 沒有成交金額支持的升市 只不過是代表大市的上升勢頭 雖然是見得到 但資金入市態度是相當保守的 近期來說A股的上升成交就少 跌市的時間成交都少 即是參與人根本上就不是那麼多 短期來說仍然要看2,000點的支持 如果一旦有失去的話 下一個技術上防守性據點 可能真的要退守到1,991點 謝謝郭Sir在指數方面的分析 我們繼續看內地的消息 有消息說內地的樓市繼續低迷 內地的房企發展商都陸續把手頭上 可能有幾百畝的土地都想退回地方 政府也有發展商說 一些在三線島的城市的樓盤都已經賣不動 除了一些一線的地還有鶴球之外 其他的城市土地樓泊的情況都越來越多 其中華潤置地、龍湖地產、六成中國 世貿房地產、雅居樂、遠洋地產等等的龍頭房企 都在過去五月沒有土地入帳 郭Sir問問你 內地房企方面賣地都越來越審慎 而且銷情都不是那麼好 資金鏈是越來越緊的 內房方面的發展其實你看不看好 我首先申報持有內房股 我看法是內房股應該有機會做好一點 但內房氣氛現在是真的薄弱的 所以有些省市政府已經出現一個限跌令 即是發展商就算要錢用要急於促銷也好 降價的情況都是受到規限的 等同升的時間好的時間不讓你炒 但跌的時間又不讓發展商便宜賣 希望樓價能夠平穩慢慢慢慢有一個技術上的回落 當然知道剛性需求不要說了一定是很大的 但現在的困局是哪裡來的呢 第一就算有些合乎資格的首置的人士 他買了樓之後當然是代表去銀行申請按揭 好了銀行批割的時間可能四到六個月 大家可以聯想到 發展商整棟樓建好在這裏 成功出售 但錢要四到六個月才能取回 周期性資金的轉動是比較久的 很多發展商不是說我建完一棟樓 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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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到沒有了 然後我才再建第二棟 而是說這棟建完之後有些地盤已經在建的了 這個是流水作業的 問題是建了那些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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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 本来未来的几年发展 但市场气氛真的太淡静 而且政策仍仍是紧箍 买完后 起好了也卖不去 索性就不像这么多土地 将部分早前买多了或者买大了 退回省市政府 这当然是第一要保留自己的实力 但对省市政府来说 又添加了新一轮的压力 一直以来省市政府依赖卖地赚取收益 二十年前当然是靠出口来赚取收益 但出口当时的贡献虽然卑微 但价格便宜价便宜 始终有个值 但来到现在这刻 老实说 普遍工人工资已经几千元 如果整个省市的营运 已经不是二十年前的数字 钱从何处来 唯有卖地 如果一些地产发展商卖地之后 发展看到细堂不好 将那幅地 移回省市政府 省市政府的税收就少了 你怎样还债给银行 怎样去营运 其实中间存在很多很多问题 我带出一点 到最后中央政策都要下限都要放 至于内房 由于一元的资产 其实市价只有三毫 已经是反映了很多利淡因素 所以我认为内房股是可以买的 谢谢郭sir 内房股方面 我们看看现在的走势是怎样 中海外升六仙报19.48 华允至地升一毫报15.48 碧桂园升超过2% 而世贸房地产升4仙 负力地产跌超过1% 我们看完内房方面 我们都想再看一看本地地产股方面的消息 摩通就指本地发展商的基本因素好转 二手楼的成交复苏 但现在新楼盘的销情都理想 认为股价不应该是一个股值的谷底 所以都调高了新世界发展和恒地方面的评级 去到增持 看到另外新界区方面的地价都有下跌 帮助了发展商维持利润 其实郭sir问你 基本面就是本地地产股的基本面是否好了 未来我们会否做得好些 其实基本因素不差 刚才提到新世界 一直以来这么多个地产发展估计 新世界的折扬是最高的 加上早前提出了 私有化新世界中国建议 最终我估计一定会成功 假设成功了 由于新世界中国的资产是10.07元 但私有化价格是6.8元 即是买平了三成多 这个折扬是很合理的 好了 透露新世界即是买了平价货 新世界每股支援值的折扬将会更加高 如果你说有货在手就继续持有 其实早前在分行的讲座已经解释得很清楚 建议 七个多又好 或是多少都好 当时就刚刚宣布完公估 价格去到哪里我都不知道 但有货在手的 一定要降 另外还有一件事是说 有低过七个多元钱的价格 如果不介意少少反复 那一刻就要买 作一个中线的部署 当然 大行出的报告我是同意的 而我相信新世界最终的股价 是会回到10元楼上 甚至乎等机会 试回一年的高位 若是11个2左右左右 因为本身的折扬已经高 加上这次 买便宜了新世界的中国 如果最终成功私有化 每股资产正值的折扬将会更加高 这是符合了中线吸纳的价值 至于其他地产发展股 由于政府已经撤销了 不是撤销 应该是降温的双辣椒 可能一手楼的交头会慢慢唱黄 亦都会刺激到二手楼 整个市场气氛所改善的时间 其实地产发展股 理论上是应该有条件做好一点 不过 详实的升幅已经是相当多了 现在大家看看 可能是恒地 新世界 和新地 尤其是新地 因为有个官司的事件摆住在 所以令到新地的股价 持续还是低迷的 如果我没有记错 以往新地一直以来 都是高于长实的 价格 近期来说大家看到 一直是低于长实 甚至是长实之棍 84 新地仍然是100元多跌 两者选一只来博 短炒当然是长实 但我觉得 新地比较直博率比较高 谢谢郭sir 不如这个时候 我们看看 主要蓝筹的最新表现 汇控跌两毫半报八十个九毫半 中移动升一毫报七十六个三 中国银行母升跌报三个七 工商银行跌一先报五个一毫半 建设银行跌一先报五个七毫七 港交所升五毫报一百四十六个一 中人秀升超过百分之一报二十一个三 有邦保险跌超过百分之一 做着三十九元 腾讯控股跌四毫报一百零八个八 金沙中国跌两毫四报五十四个半 而长实方面跌一个一报一百三十八个四 新鸿基地产升超过 升埋近百分之一报一百零七个九 九仓升超过百分之一报五十四个七 而中海外是母升跌报十九个四毫二 华远置地升埋近百分之一报十五个五毫二 看看其他那几只 中海由升两先报十三个二毫八 中石由升四先报九个三毫半 中石法跌四先报七零四先 昆仑能源跌四先报十二个六毫八 中国神华母升跌报二十一个半 这个时候我们再看看恒指现在做的表现是怎样 恒指做二万三千零九十七点 跌五十三点 其指方面报二万二千九百七十七点 低税一百二十一点跌十五点 国企指数报一万零三百二十四点 升五点 大市成交到现在是二百五十一亿多 在这个时候 我们再问郭sir 刚刚所说的股份有没有持有 其实我持有内房 我持有内颜 至于香港的传东南修 我是没有持有的 对整个大市的看法 其实我暂时来说 都是稍为忠诚少少偏好的 好 谢谢郭sir 下一节回来 会是一点钟的发达广场环节 再稍后的时间也会有问答环节 家庭观众可以打电话来我们的电话热线二百零零四六五六六 或者是电邮给我们 ask at bschannel.com 我们再见